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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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变量 位置参数变量和预定性变量 这四种变量我们已经说过了 它是从上到下限制的越来越严格 也就是说本地变量 它的变量名称 变量的值和变量的作用都是由我用户自由定义的 你想让它叫什么 想给它付什么值 想让它在这个程序当中起什么样的作用 都由你来决定 但是呢 到了环境变量就不行了 它有一部分变量是由系统来进行的 我们把它称作系统环境变量 这样的环境变量 也就是系统环境变量 它的变量名称是固定的 人我们不能更改 一旦改了它就失去作用了 但是我们只能允许修改它的值 它的作用 这个系统环境变量 它的作用也是固定的 但是环境变量还允许人为 手工添加自己的自由经济的环境 那也就是说 它有一部分是系统固定的 有一部分是允许用户添加的 那如果到了位置参数变量和环境变量呢 哎 我们前面说过了 位置参数变量 其实就是环境变量的一种 只是因为位置参数变量数量过多 所以我们习惯性的把它单独分了一位 那到了这些变量呢 它的变量的名称 变量的作用 包括变量的 变量的名称 变量的作用 都是不能更改的 都是不能更改 我们能改的只有变量的值 而且它不允许用户 添加新的位置参数变量和环境变量 所以我们说啊 从上到下 这几个变量是限制的越来越严格 那今天呢 我们来学习环境变量 其实啊 我们说 环境变量之所以跟本地变量区分 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 环境变量和这个本地变量 它 这个作用的 那我们也把用户自定义变量称作本地变量 为什么叫本地变量 那就说 它只在当前的 色尔当中生效 也说 你是在哪一个操作中端 哪一个色尔当中 定义的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 就只在这一个色尔当中生效 你去别的这个色尔当中是找不到这个变量 但是环境变量不是 如果我是用命令行来进行环境变量 它除了对当前的色尔生效 如果我的当前我当前的色尔还有紫色尔 那么在紫色尔当中环境变量也可以生效 而且环境变量最好的地方是如果我把它写入相应的配置文件 这些配置文件我们后面会讲啊 如果我把环境变量不是由命令行的 而是写到了这个配置文件 那么当任何一个色尔在生成的时候 也就是说 当我们打开一个操作中操作终端的时候 当一个新的色尔建立的时候 他都会去读取这个配置文件当中的相关的这个数据 也就是说你的会 环境变量会在所有的新建的色尔当中都会建立 都会有 那这样的话 环境变量就不光在当前 和这个紫色尔当前的紫色尔当中生效 而是在这个系统当中 所有以后都要新建的色尔当中都会有 这是环境变量和本地变量的区别 其实说白了 大家说是说白了 环境本地变量是什么 它是一个局部变量 它只在当前这一个色尔局部当中生效 环境变量呢 它不光对当前局部变量生效 而且呢 它对我们整个色尔 它一个系列的色尔都生效 而且如果你把这个环境变量写入了这个汇率文件 那么不光对当前的这一系列事尔生效 以后新建的所有事都认识这个变量 其实大家可以把这个呃 变量 环境变量和本地变量这个作用放在 理解为我们的知名度 而比如说 呃 如果我们只是作为普通个人 我的知名度可能就只局限于我们家里的这个 我的朋友和亲戚 换句话说 跟我有直接关系的人 那这就是本地变量 它的局限范围很小 只在当前是二条中生效 那环境变量呢 如果是手工经纪的环境变量 相当于我在某一个领域比较注目 哎比如说超哥这套视频发了 这本书发了 以后呢 超哥可能啊 那有可能在这个Linux领域就会变得比较注重 那这样的话 只要有人学习过Linux 可能都看过 摄尔超哥的视频和书 那这个时候 摄尔这个超哥就变成了 在一个摄尔当中通过命令来定义的这样一个环境变量 他对当前摄尔和他的一系列子摄尔 他产生影响的摄尔 都会有这个环境变量的作用 那如果把环境变量写入了配置文件呢 就相当于什么 我把这个环境变量在电视里做了包裹 把这个人 人名 或者说在我们新闻联播里 专门把这个人指名道姓做了一个深信简介 那这样的话 不光我们这一个系统 可能所有当时看过家人 甚至可以说这个举国文明都有可能 这其实就是我们说的环境变量 环境变量和本地变量的区别 其实就是作用的范围不同而已 那 他如何设值呢 如何设定值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前面学过 本地变量的命名是变量名等于变量值 环境变量同样要遵守前面讲过的命名规则 只是需要在前面加一个export export的意思就是 export的意思就是说 把这个变量生名为全具变量 让所有的这个sir当中 所有的子sir当中 都可以查看到这个变量 好了 那我们先来看看如何定义子sir 其实我们前面知道了 在我们当前sir当中可以写标准的sir 比如说写Csir 就可以启动Csir 但是我退出就会回到我刚刚的sir 那我能否在我当前的sir当中去再起用一个新的 Bish呢 Bish 当然是可以的 这相当于什么 在我们的 FuSir当中 在它底下又生成了一个子sir 当然 这个子sir可以是Csir 也可以是我们说的Bashsir 都是可以的 那我现在进入了这个界面 其实就是在刚刚那个sir当中的子sir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上面这个sir是老子 下面这个sir是儿子 如果儿子里面再交用sir 这个就是孙子 当然我们没有孙子sir 这一说就是父sir和子sir 那怎么查询和确定我们sir呢 很简单 我们有这样一个叫做PSTray的命令 这张命令的作用是确定进程数 确定进程数 那回车大家会发现 看 我执行PSTray是在这里 在这之上有一个贝式 这就是我们当前现在操作的子sir 在贝式前面还有一个贝式 这就是我最开始进来的这个sir 这就是它的副sir 也就是这个 但是这个副sir呢 又是通过远程工具远接进去 所以它又是由SSH这个服务所产生的 这就是指的负sir和子sir 当然这个时候我如果打ESIT 它退出的是这个sir 那回车大家就会发现啊 PSTray再来查查 哎现在看少了一个贝式 这就是负sir和子sir 那环境变量和本机变量的区别就是 在哪一个sir当中 定义的变量 如果是本机变量 它只在这个sir当中能看到 如果是环境变量 不光对这个sir能看到 它的子sir也同样可以看到 那我们就重新来命名 比如说定义本机变量 SC 哎内蒙是SC 然后呢定义我的年龄 这个时候呢 我可以把我的年龄定义成环境变量 H等于18岁 哎超哥永远都是18岁啊 不过有可能看起来不太像 但只是超哥长长得比较老成 其实今年整18 我算算了18岁是哪一年出生啊 好像还不是太容易数清楚 那就这样了 永远都是18岁 它的区别是 那我再定义一个本机变量 比如说我的性别 呃性别性别是 坏了性别咋拼 性别是拿拼音吧 男 其实应该是那个 没有和那个 差不多了 就男吧 那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名字是本机变量 年龄是全局变量 环境变量 这个性别是本机变量 这个时候 如果我想把已经定义好的一个 本机变量 也申明成为环境变量 可以做到吗 其实是可以的 只要在他的后面直接加变量名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这两个变量 年龄和性别 都是这个我们说的环境变量 而名字是本机变量 那我们已经知道 如何查询变量 赛特变量 会看到所有的变量 包括本机变量 包括环境变量 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系统 预精力的一些系统变量 都是都是在的 都在这里面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发现 看啊 姓名 年龄 和性别 在当前的事儿当中都有 但是如果我再进入一个子事儿 我进去了 现在我们ps tree看看啊 哎 我是在这个负事儿当中 又进入一个子事儿 这个时候我们set看一下 你就会发现 年龄和性别在这 但是姓名看不到 原因 姓名是本地变量 只在申名这个变量的事儿当中生存 而年龄和性别被我做成 申名成了环境变量 它不光在当前事儿当中生存 在这个事儿当中 所有的子事儿当中都会生存 当然 这是因为我用命令的方式来定义的变量 如果我把这种 刚刚这个定义变量的这个名字 这个命令 写入了 环境变量配置文件 那它就不光对当前我这一个事儿系统生效 而是对我登录到这当前计算机当中所有的事儿系统 负事儿子事儿都是会生效 哎 这就是 环境变量和本地变量的区别 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本地变量只在当前事儿生效 而环境变量呢 会在子事儿当中生效 而除了当前事儿 还有子事儿 那 定义环境变量非常简单 Sport 变量名等于变量值 如果这个变量已经存在 可以直接加 Sport 后面加变量名 那 查询命令呢 变量呢 其实 SET命令我们刚刚说 已经能看到了 SET的作用是查看所有的变量 包括环境变量 但是 ENV命令是专用的 专门的 用来查看环境变量的命令 比如说 我这里就可以执行ENV 哎 就会看到年龄 而不 性别年龄都在这 哎 这是查看变量 当然 调用变量超哥这里没写 环境变量的调用 还包括我们后面讲的其他的什么 预定性变量 位置参数变量 都跟本地变量一样的 只要在变量名前面加高了号 哎 就可以交流看变量 也就是说 我只要ACO 到了 H 就可以看到年龄是18岁 那轻松变量呢 也是一样的 这个和本地变量的方法是一样的 ONSET后面加 ONSET后面加 变量的名字 就会把这个变量清掉 好了 这是我们再讲 如何用户自定义环境变量 但是我们说了 环境变量可能用的 更多的地方是系统自带的一些环境变量 也就是我们用ENV 看到了这些环境变量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来看 大家就会发现 这里面其实就是定义的我的系统的当前的环境 比如说 主机名 SE Linux的规则是否其用 我当前的事儿是被识 登陆中转 历史命令保存 我的远程登陆来源IP等等等等 包括什么颜色呀 当前的登陆用户啊 啊等等 这些其实绝大多数都是一目了然 就能看到 那超哥这里重点讲两个环境变量 第一个是 patch 另外一个是pse 两个 pass 应该是pass 还有一个是pse 但是小心 其实如果严格来说 pse并不是环境变量 看 因为这里面是看不到pse pse只能用setmin 来查看 看看有吗 pse 其实pse就是超哥说的 虽然不是环境变量 但是它是系统预留 专门用作定义系统操作环境的这样的一类变量 其实它是环境变量当中的一个子分支 只是用env看不到 那这两个变量对系统来讲有一些特殊含义 那我们来重点讲一下这两个命令 先来看pse sat命令是同样可以看到pse pse大家如果仔细去看 它是用莫浩森哥的 一个一个的路径 那这个路径是干什么用的呢 它是系统查找命令的路径 干嘛了 换个说法 超哥一直在讲 在links当中我们的执行文件要想运行 不管是系统的执行命令 还是我自己写的脚本 要想运行 都必须用路径 要不然用绝对路径 要不然用相对路径 所以我们前面写了哈罗我的 用点杠来调用 但是 大家有没有注意 我们的系统命令 并没有 并没有写路径 就可以执行 为什么呢 难道我的 难道我的 这个系统命令 不是可执行程序吗 各位 我们绝大多数的links系统命令 都是二进制的可执行程序 是二进制的 直接计算进行程序 但是归根结底 它其实都是可执行程序 那为什么它不需要路径呢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因为派死 环境电量的所有 也就是说 当你敲一个命令 系统会先在这个路径当中走 有没有 没有找下一个 直到在并下找到了 他就会执行这条执行程序 但是如果在所有的路径当中都没有找到 那这个时候就会报错 系统不能识别 比如说我随便打一个这个错误命令 他就说看命令没有找到 他去哪找了 就是去派死这个路径 那话说回来 如果超哥再去写一个HelloWord 哎 那这个我就不再写 超哥是兄弟联最正直的人了 我就直接HelloWord吧 更快啊 Hello Word 好 那 要想让他执行 必须给他赋予执行权限 Hello 好执行 现在这个HelloWord 只能用绝对路径 相对路径 或者用绝对路径才能执行 但是我问大家 我是否可以把 HelloWord这个脚本 拷贝到 TES路径搜索的这个路径当中 如果可以拷出去 那我的HelloWord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路径 而直接执行 哎 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试一下 把Hello 复制到比如说 跟下的地下 这个时候 我就不需要打路径 而直接去打Hello看 按Tip键 就会自动补权 也就是说 Tip键的补权 其实也是在靠 PASS搜索的路径 这个时候 HelloWord就会直接执行 那 这就是PASS 系统查找路命令的路径 但是 超哥说 我们并不习惯于 把我们自己写的脚本 直接拷贝到 系统目录当中 这样 非常容易把自己拷贝 我们并不 我们不推荐 改变系统原有的 系统主要的这种 系统目录的这种结构 比如说它里面 保存的是系统命令 你把你自己写的Hello HelloWord也放进去 那多不痛快 让别人以为 这东西还以为是系统命令 对吧 那我们更习惯的 还是应该用变量累加 或者变量叠加的方式 看 把你自己的路径加进来 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把这个家伙 并下的Hello 把它干掉 那这个时候 HelloWord是不能直接执行的 必须用绝对路径 但是我又不想这么麻烦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干嘛 Path等于 双行号 到了 Path 我们讲过了吧 变量结架 只要按照它的这个格式 加个冒号 后面加入我这个 脚本所保存的目录 假设是root下 这个时候 虽然我没有把HelloWord 这个脚本拷贝到 看 它默认的这个 Path这个路径当中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EchoPath Path 我们的root目录 就被我们通过变量叠加的方式 写入了Path 当然 这种写入是临时生效 一旦重启就会消失 要想永久生效 也需要把这个 这个改变 或者就是刚刚这个叠加 变量叠加 写入到对应的配置文件 这些配置文件 我们后面都会讲 暂时先就用命令行来做临时概念 好了 Path路径 系统查找命令的路径 我们就讲一下 再来看 第二个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 啥东西 骑士服 哎 我们一直说 我们的骑士服 当前登陆用户 当前系统的主机名 当前所在目录 招了号 警号代表超军户 招了号代表普通户 那这个骑士服能改吗 能 如果你仔细看 其实就是这些 我们用反形杠D代表当前日期 格式是年约日 反形杠H代表主机名 反形杠T24小时 还要24小时制 反形杠大T12小时制的时间 反形杠A大A 这个24小时制 但是不再显示分钟 而不再显示秒 反形杠U当前能够用户 小W搭前所在目录的完整名 大W 当前所在目录的最后一个目录 然后这个显示我当前执行的 第几个命令 提出 那说起来很痛 那我们来看看举例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类似 哎呀 其实先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值 看看它的默认的值 PS1 看 是不是显示当前的用户名 看 AT没有符号 没有E 原封不动输出 显示当前的主机名 反形杠大写的W 显示我最后所在目录 反形杠到了 如果是管理员用警号 如果是普通用户用到了 来代表提出服务 那我们能改吗 能 看着 PS1等约 PS1等约 只改什么都行 单约号扩起来 这个格式如果不扩下来 我们有一些特殊符号 可能就不会识别 所以这里一定要扩下来 来看 用单约号扩下来 扩下来之后呢 我们随便啊 比如说 我想看看 中国号原封不动输出 反形杠U 跟它一样 还是显示当前时间 当前系统 那我能显示时间吗 显示时间吧 空格没有 原封不动输出 我不再写大写的W 而又小写的W 后面加到了 注意这块有个空格 看 我们的提示符之间 其实是有个空格 如果你这块不加空格 你的命令就会紧挨了提示符 我们习惯性的在这里加空格 这个时候看我一回车 看提示符变了 首先这里是变成时间了 而且我如果切换一个目录 大家就会发现 看 这就是小写W和大写W的区别 大写W只显示你当前所在的最后一个部分 而小写W呢 会显示完整的路径 哎 定义我当前的提示符 那除了接近这些 还有也说 可以用反形状警号来看看 这是我当前执行的 当前执行的第几条命令 也就是说 通过历史别名 历史命令 历史命令讲过了 来判断这是第几条命令 那也就说我可以这样写 中间空格再加一个反形状警号 哎 看 这是当前第28条命令 哎 就这么简单 哎 挺有意思的 但是啊 虽然自定义 这个操作目录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而且是这里就能看到 看我一改 这块就显示绝对路径了 我一改 显示这个at没有作用 然后再有一个at出出 然后呢 当前的时间 这是写个at 显示当前的时间小十分钟 然后呢 啊 写同时显示 那一事 显示我当前是在上午 啊 这个杠一事显示时间 那么 杠警号呢 显示这是执行我们的 这个 这个当前的命令是第三十一条 说错了 杠一事是显示当前的主机名 这个反斜杠 到了显示当前的时间 同时显示是上午还是下午 哎 也就是说这个提示符啊 完全可以按照我们大家的习惯 你们自己来定义我们的 齐师傅的作用 哎 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 但是说白了 齐师傅改来改去 你们看看 其实我觉得很定 我们当我们用了习惯之后 这个默认齐师傅可能反而是更加习惯 那我们就把它改回来 当然啊 这种修改仅仅只是临时生效 因为并没有写入配置文件 一重启 或者一重新登陆 就会改回来 那如果要想改回来呢 只要干嘛 注意 系统默认的环境变量名都是大写 所以要用大写 PICE 小这个单行号 中号 照着写 反斜杠U at反斜杠H 空格 反斜杠大W 反斜杠 到了 记得别忘了在这块加空格 别忘了在这加空格 这样的话 我的提示符就会改成我习惯的模式 好了 那这就是PICE的作用 那 本节课 我们讲了环境变量和本机变量的区别 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环境变量是对一个系列的事儿都生效 而本机变量只对当前事儿生效 那 环境变量是允许用户自由定义的 也允许用户删除和查看 等我们前面讲了 那 但是 其实最重要的是系统的一些默认和原料 这里面最常用的一个就是PICE 系统搜索命令的路径 另外一个就是PICE 系统的行使符 好了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时间 下节课再见 如果你想和我交流Linux学习的问题 可以登陆兄弟联官方论坛 你就可以找到我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 如果你想获取Linux更多学习资料 请关注 其说Linux微信公布帐号 你就可以找到我